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 欢迎您收看国际企业管理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讲 讨论有关于文化环境的相关议题 从上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探讨的主题环绕到跨国公司要到哪儿 到Where去经营 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各国的经济环境不同 而且区域整合的形态 对跨国公司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文化环境了 今天为您准备的案例是康师傅方便面 康师傅是鼎心集团下面的一个品牌 那么其实鼎心集团各位对他非常的熟悉 他的一个企业的logo就好像是那个种子 好像的两片的那个配叶 有一个新生命出来 它象征的就是一个生命力 一个顽强的非常坚毅的生命力 这也是鼎心人他们自己期许 他们不管到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他们都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生命力 而扎根于世界各地扎根成长 好 那么为什么康师傅也就是鼎心集团 他要到中国大陆去呢 其实从邓小平的一个四个现代化 开放中国大陆市场后 成为各个国家企业想要进去的一个市场了 那么中国大陆也因着之后几年的一个经济发展 经济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相对于比如台湾 所有的生产成本 还有一些的环保意识的抬头 使得很多的企业在台湾的生存 显得非常有压力 很多的企业就纷纷到中国大陆去 鼎心也不例外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鼎心集团在2009年的时候 他呢也在天津扩厂增建他的厂房 所以在天津工业区一进到那边呢 最大的厂房就是鼎心集团旗下的康师傅了 OK 好 那么其实呢 话要说到之前 在大陆这个期间呢 这个鼎心的魏家四兄弟里面的老四 叫魏应行先生 他常常呢在中国大陆旅行 那么要坐在漫长的这个火车上面呢 他随时呢会准备一些的泡面 每次呢他打开泡面来享用的时候呢 很多的这个同车的旅客啊 都非常的好奇 而且围观 这么香的泡面是哪来的呢 可是在当时呢 中国大陆市场上大概只有两种的泡面 在当地叫做方便面 一种呢是价格比较高的 大概要五六块的人民币 那么通常在机场啦 或者比较高级的这个超市啊 才买得到那么一般比较平价的是那种 袋装面啊 大概几毛钱的人民币就买得到 可是品质不好 开水一冲那就烂烂的不好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使得这个魏家的这个老四呢 就想到 我何不在中国大陆 开启我的方便面的一个事业啊 所以事实上鼎心一开始在中国大陆 开始有这个方便面 它是用1.98人民币啊 为它的一个定价基准的 好 其实呢 鼎心呢 它也接近来自台湾 它的竞争对手 卖泡面的同行 那么 可是呢 它的竞争对手呢 在中国大陆呢 是失败的经验 所以呢 鼎心特别的战战兢兢 那么它在开始要上市 这个康师傅方便面之前 其实它是做功课的 他做了一番的市场调查 第一个他发现 大陆的方便面的口味是 南甜 北咸 东酸 西辣 好 这个是他第一个心得 好 第二个心得 通常如果我们用 台湾人对泡面的喜好 同学你喜欢吃什么口味 海鲜 鸡肉 可能很多同学喜欢吃海鲜 可是呢 康师傅发现了 他也去做了市场调查了 他发现 其实呢 大陆人最喜欢的口味 就是牛肉面 在2009年的时候 我曾经带学生到 天津的康师傅的这个厂 去参访 那他的总裁 张柏青先生跟我们说 他说周老师 你能够叫得出的牛肉面 有几种口味 我说清炖 红烧 大概这几样吧 他说呢 我们可以生产出 二十余种不同口味的牛肉面 结果我非常的压抑 无怪乎 康师傅呢 才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方便面 是非常成功的 他连牛肉面的口味也如此的 这么多的差异化 难怪他会成功 好 那为什么取名叫康师傅呢 取因于这个康字了 他还有一个很可爱 胖胖的厨师宝宝 看起来呢 酷厚可爱又健康 这个康呢 是取决于健康美味营养的 而且康又是一个平生 念起来非常的洪亮 那么师傅呢 在中国的北方 师傅代表一个负责任 专业 非常好的一个形象 一个尊称 所以呢 就叫做康师傅方便面了 除了在品牌形象 他们也下了功夫之外呢 在广告上 他们也不含糊 他们抓住了大陆消费者的心理 首先呢 在中国大陆市场先做广告 有了这个康师傅方便面 可是呢 这个货物呢 还不要上架 所以造成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呢 大家非常好奇 纷纷很期待这个 康师傅方便面的上市 所以呢 等到广告先打 之后呢 产品再上架 那上架的时候呢 我刚刚说过了 它的产品好吃 价格在1.98 也不是像原来的高价位的 那个5块6块人民币那么贵 所以呢 一下子呢 就销售一空了 在中国大陆市场呢 康师傅除了方便面之外呢 他还有饼干啦 饮料啦 很多很多的食品 他都有生产 在2009年 我们去的时候 当我们要到 这个天津厂 去参访的时候 我们的导游 一知道 我们要去康师傅的厂 他非常的兴奋 他说 朱老师啊 康师傅已经跟我们 大陆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紧密地相连在一起了 这个就是为您介绍的 康师傅方便面的个案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来想一想 第一个要让我们来思考的是 顶心到大陆去经营 他如何来克服 所谓的文化相似症的迷思 什么是文化相似症呢 很多的厂商会认为 中国大陆离台湾 其实地缘相近 又同温同种 那么一定呢 很多的文化背景观念 都一样的 其实我们就叫做 文化相似症 我们从个案里面发现 其实不然 顶心他非常的用心 去做了一番的市场调查 也请了近万人 来试吃他的泡面 最后他才把他的泡面上市了 所以顶心他自己 是做过一番的功课 他先在心理上知道 并不是同文同种地缘相近 文化就一样 其实文化是更有差异的 好 第二个让我们来思考 一样是卖泡面的 同是卖泡面 为何顶心跟他的竞争对手的境遇大不同 有人说是机遇 您认为呢 机遇真的是很重要吗 时机真的是很重要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不然 当然时间不同 所遭遇的人士 当然也会不一样 可是我发现更重要更重要的 机遇里面更重要的意涵是 顶心他了解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 大陆消费者的喜好 他愿意去做功课 所以他做了万全的准备 他也了解消费者的习性的不同 我刚刚说过 我泡面 牛肉面 我能够数得出来 大概不下十种 搞不好五种而已 可是康师傅居然可以生产出 二十余种不同的牛肉面的口味的方便面 可见他非常的用心 所以与其说时机呢 不如说康师傅他很会把握 而且他知道如何做策略的运用 好 第三个要来思考的是 大陆市场距离台商有多远 有没有什么文化环境上的差异 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是讲北京话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 中国大陆离台商其实挺远的 这个远不是在距离的远 不是在实质距离的远 而是在文化环境上的差异 想要知道更具体的文化环境的内容 稍待一会儿 我们进到本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在这个讲次里面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文化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文化的意义跟特质 并且来说明文化的要素 最后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跨文化分析 以及跨文化分析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 好 首先我们来看文化是什么 文化的意义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讲文化文化 所以比较口语的文化指的是 生活中举凡艺术文学 或者是哲学的一个总体 就叫做文化了 那么其实有人就用人类学 或者是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化 所以他们就说了 这些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就说 有人的地方只有有文化 因为文化反映人类的生活 那么这些的生活的表现 可以藉由艺术 道德 法律 习俗 所有的生活习惯的总和题 都可以来表现出文化 所以一般的广义来说 文化就是一组相关的信念 规范 价值观 为社会成员所共享或来传承 也就是基于这些的意义 所以文化具有以下的一些的特质了 文化的第一个特质是 它是一种习惯 因为是大家所传承的 而且是大家所可以接受的准则 这个准则第二个是共享 而且具有持续性 那么后代的人是借由学习 而习得整个的组织文化 或者是国家的文化 当然文化也影响人类的基本生活 跟商议的交易活动 不可否认文化虽然是连续 可是它也是动态的 它会随环境而改变 更重要的是 在怎么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只要谈到它的文化 它都具有它的民族优越感 所以任何一个文化都具有优越感的 另外一个也要提醒大家的 文化并不是一个整体 其实在一个整体文化里面 又包含有数个次文化 比如整个的台湾文化里面 我们又可以分为老年文化 还有小孩子的文化 对不对 好 我们也可以分为 这是闽南文化 原住民文化 再由原住民里面的文化里面 又可以细分很多不同的族 他们的文化 所以我们说 整体文化里面 又包含很多的次文化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文化里面的一些的要素是什么 也就是借由这些的要素 可以呈现出很多的不同的多元文化 文化的要素呢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语言 教育 宗教 价值观跟态度 科技水准 社会组织跟政治环境 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语言了 如果您接到电话 对方说 你就知道他是日本人了 日本文化了 所以语言是人类沟通主要的工具 人类的经验也就是借由语言 得以累积 得以持续 所以语言它也反映一个社会的生活上的重心 比如艾斯基摩人的这个血 它可以有六十种不同的语言来形容血 对于沙地阿拉伯的人 骆驼这个字眼 跟骆驼相关的字眼 在他们的语言里面 就占了很重要的部位 所以这个语言可以看得出 他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 好 中国人我们常讲吃对不对 对了 所以吃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了 好 第三个 文化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科技水准 好 第四个就是除了口述的语言 口说语言之外 肢体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发现尤其像西班牙了 拉丁美中国家的人 他们非常的热情 我们中国人说好不好吃啊 好吃 可是西班牙人你要说好不好吃 他不止口说好吃 他还有肢体语言 他手要放在嘴巴 嗯 好好吃啊 他要发出声音 这就是他们的语言了 对于跨国公司 他如何来解决 国跟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呢 其实比较具体的建议是要善用翻译 也就是利用当地人来担任这个翻译 好 让这个语言的沟通啊 不会有任何的隔阂 或者是词不达意的译 导致一些不当的沟通了 第二个 除了语言之外 要跟您介绍就是教育了 其实各国的教育呢 也因着文化而不同 一样的资讯 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它所教诲的重点 其实是也不一样的 那么跨国公司 常常呢 在面对整个的跨国管理当中 就是面对他们员工 因为员工 以前所受的教育背景不同 那跨国公司怎么来克服呢 其实有一些的跨国公司呢 在他们的生产作业上 就会利用一些的图像 克服语言上的沟通障碍 用图 用视觉传达的方式 来达到这个作业方式的 一个传递以及要求 好 第三个是宗教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那么这个宗教呢 就是社会成员 他们所共享的一个信念 概念跟行动了 那么世界上的宗教呢 我们大概比较重要的 有基督教 印度教 回教跟佛教了 那么其实呢 跨国公司对于这个宗教的问题 不能够来改变对方的信仰 只能够来适应 如何来适应这个宗教 所造成的管理问题呢 其实在这里就考验着 跨国公司的这个智慧了 必须运用一些的创造力 跟弹性改变 比如对于非圣徒 不能进到回教的圣地卖家 那怎么跟城内的人做生意呢 这个时候可能可以要透过 网际网路的方式了 好 第四个文化的要素 就是价值观跟态度 价值观跟态度 首先呢 第一个反映在对时间的看法 有的国家呢 比如美国了 他们说time flies 时间是飞的 对于中南美洲的拉丁语系国家 他们认为什么time walks 时间是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同国家的人 对时间的看法是不同的 第二个是对成就感 与工作的看法 有些的国家呢 他认为呢 个人必须要努力 低下汉珠来赚取自己的衣食 强调个人主义 或者是物质主义 所以呢 对于追求成就 有非常强的动机 可是相对于有些国家 他强调的是集体 大家一起来集体主义 他所注重的呢 不是个人的绩效 反而是团队合作的表现 第三个是对财富的看法 有些跨国公司呢 他面临到不同国家的消费者 跟员工的时候 那么不同的文化 对于这个跨国公司 在行销策略上 就会有不同的做法了 对于员工也有不同的激励方式 比如有些国家 他认为员工认股呢 就不好了 有些国家反而对于员工认股 员工也可以当老板 对员工反而是一种激励的方式 有些国家呢 在行销策略上呢 有些国家的人民是 想要贪小便宜 这个公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呢 去作为他行销策略 可是有些的消费者 他不是贪小便宜 他是害怕损失的心态 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不同的消费者以及员工 那快国公司就要针对 他们的文化背景 去予以一些的策略的改变跟因应 接下来呢 在态度上呢 对于组织变革的态度 什么是组织变革 指的是新产品 新观念或新制程上面的改变 就叫做组织变革了 有很多的国家呢 人民比较保守 所以他们对于外来的 这些的变革 可能会比较抗拒 那对跨国公司 如何来解决这些的价值观 跟态度上不同的考虑呢 我们建议跨国公司的管理者 可能要好好进行沟通 千万不要太唐突或太贸然的 引进新的管理方式了 第五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科技的水准 其实一个高科技水准的跨国公司 它具有以下的优势 第一个 它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因为它创造了差异化 它可以增加利润 第二个呢 它可以把它的高科技技术出售 或者是借由授权 出卖智慧产想权的方式来获取收入 并且呢 通常这一类的公司在进入地主国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科技优势 所以让地主国以及地主国的政府 会比较欢迎它 同时呢 在文化的要素里面 还有包含了社会组织 所谓的社会组织呢 指的是家庭 社团 社会阶层 以及工作等等 其实呢 社会组织 它可以满足个人的 基本的生存的需求 并且呢 借由这个组织 可以跟别人一起 有一个社会 有一个归属感 相互的依赖 在家族业 企业比较盛行的国家 通常呢 企业之间的交易 也会比较重视友谊 以及家族的关系 尤其是当跨国公司 在进行跨国经营的时候 他们呢 在设厂据点的选择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啊 这个工会组织 不要太强 家庭呢 这个凝聚力 比较重视友谊的 这样的社会 来作为它设厂的据点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有关于 文化要素的分享 还有有关于 跨文化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好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跨文化的分析了 我们说通常是以一个国家 为一个单位 所以跨文化分析 我们讨论的是 国跟国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 之间的议题 我常常说 文化就好像风一样 那风看不到 可是呢 它造成的影响 我绝对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我说这位长头发的同学 绣发呢 被风吹起来了 那位男同学的夹克呢 一脚被风掀起来了 所以我说我看不到风 可是我绝对可以很明显 看得到它的影响 所以对跨国公司也是如此 文化是什么呢 我们刚讨论到 有文化的要素 文化的特性 可是我如何知道 这个国家的文化 跟那个国家的文化 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 跨文化分析了 有一位非常有名 而且用心的学者 他叫Hofstede 事实上是他跟他的 另外一位同事 Hofstede跟Jert 两位一起来合作的 他们呢就针对 全世界大概有上百个国家 不同的每一个国家呢 的文化呢 去做了一个分析比较 进一步用四个构面 来做相互的比较跟说明 所以以下就是为您介绍 Hofstede的跨文化分析 好 这四个构面呢 是哪四个构面 第一个构面 它所提出来的叫做 权力距离 好 同学要注意了 权力是power 是力量的力 不是权力义务 不是那个有力没力的力 所谓的权力距离就是用来衡量 这个特定的权力机构 在组织里面分布 是不是很平均 这叫权力距离 所以呢通常呢 我们用两个极端 一个叫高度的权力距离 一个叫低度 什么是高度的权力距离呢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 权力的分布是怎样 是不平均的 所以呢 里面的成员 他能够接受 这样权力不平均 所以他能接受 组织里面权力的差距 也因此员工 对于高阶主管者 有高度的尊敬 相对的 低度的权力距离 也就是 在这个组织里面呢 成员他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在组织里面 大家有这么大的权力差距呢 哎呀 这些是不公平 所以就尝试要把这些的不平等 降到最低 高阶主管上级 虽然是有权力 可是呢 我们不会敬畏 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的上司 同学您可以参照 课本有一个表格 周老师呢 把一些的国家 做一些的整理 因为画面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周老师只列了几个国家 在画面上 您可以一起来参照 我们首先来看 权力距离的这一个栏位 左边呢 是不同的国家 好 我们呢 就先举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相对于台湾 您看到了吗 这些的指标呢 只是一个 指标一个代号 所以同学您不需要背 您也不需要特别去记 这是104 这是94 你只要来了解 马来西亚 菲律宾 一个是104 一个是94 相对于台湾的58 所以似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权力距离 比台湾还高 表示这些东南亚国家 是属于高度权力距离的一个社会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了 权力距离表示 在那个社会里面 一般的人 对高权力 高阶级 高名位的人 非常的尊敬 这叫权力距离很高 相对于台湾 58是相对低的 这代表了 假如跨国公司 你到东南亚国家去 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他们对于高阶管理者 是非常尊敬的 所以这些的管理者 你就要做好自己的榜样 让他们继续的尊敬你 并且你要让他们知道 你的一个营运的 一些的作业的流程跟规矩 因为他们对于这些的权力距离 是非常尊敬的 所以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而不能够呢 好像在跟美国人一样 称兄 道地 勾肩搭配 对他们来讲 是违反他们的文化背景的 这个就是权力距离 第二个要为您介绍的是 个人主义 跟个人主义相对的 就是集体主义了 什么是个人主义呢 个人主义指的是 个人追求 个人以及家庭的利益 个人的自由受得到尊重 相对的集体主义就是 哎呀 当我在困难的时候 个人没办法解决的 我必须要尊重团体 所做的决策 所以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绩效 集体主义强调团体 OK 好 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了 在个人主义里面呢 我们挑两个国家来看好了 两个极端 一个是日本 你看到个人主义是指标多少 四十六 比较低 美国是九十一 是比较高 比较高的代表强调个人主义 比较低的代表强调集体主义 所以无怪乎 美国是强调个人绩效 而日本呢 是强调团体集体的绩效 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端倪 第三个构面是阳刚性 跟阳刚性相对的就是阴柔了 什么是阳刚呢 坦白讲阳刚就是从他的原文来看 指的是父权主义 那就比较男性主义 大男人主义 所以呢 就是以男生的男性的活动为主体了 他表现出坚毅果断 企图心强 那么曾经有些的书籍 他把它翻译成重视金钱 这个不与智品 同学您可以自己来做参考 相对的呢 阴柔 阴柔就是母权 母系 以母性为主的 它反映出比较温和 接纳 重视情仪的特色 当然 同学您也可以去参照 有一些的 不同的课本里面 它有不同的定义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 阳刚指的是 父系男权 阴柔指的是母系女权 OK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再选两个国家来做比较 那就继续选我们刚刚的 日本跟美国吧 您看到日本是非常的95 哎呦 它是怎样 非常大男人主义的 它是属于阳刚性的 那美国呢 相对于它来讲呢 它是比较怎样 比较阴柔的 比较重视情仪的 那在台湾呢 那又是三个里面又是怎样 又最温和 最重视情仪的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如何来运用这个表格 来帮助你做跨文化的分析 好 第四个层面 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不确定性的规避 什么是不确定性的规避啊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 指的就是说 不确定的一个忍受程度 同样的在这里呢 我们也分为呢 高度的规避 以及低度的规避 所谓对不确定性 有高度规避 什么叫做高度规避 我对不确定性 我不善于冒险 我想要回避它 我越想要回避 所以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我就造成一个紧张了 所以当我在一个社会 在一个团体里面 当呢这个组织不明确 规章不清楚的时候 我跟我的上司 我跟我的同仁之间 我就造成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希望 有很多的福利 能够来保障我 说清楚讲明白 这样子呢 我才能够降低 我对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忍受程度 这是高度不确定性 那么低度不确定性就是 我对这个回避呢 其实还OK 我还蛮善于冒险的 我还富有这个冒险的精神的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表格 我们再来举两个国家为例好了 好 我们呢 这次举日本跟台湾为例好了 您看到日本不确定性的规避是多少 92 很高 对不对 表示他们是属于一个 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社会了 所以在日本的这个组织里面 无怪乎过去 有他们所谓的年工制 讲清楚了 你要做得好呢 你一辈子都可以在这家公司里面 好好的工作 在这家公司退休 好 相对于日本来讲 台湾69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 就比较来得低了 OK 那当然呢 您还可以再举个例子 美国 美国又是46 所以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又更低了 好 这个就是所谓跨文化的分析了 那么对于跨文化的分析 如何来应用呢 好 首先呢 跨国公司 首先要对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有些了解 找出哪些公司 哪些的国家呢 跟他所处的母国是比较相近的 尝试从比较相近的国家来进行做生意 好 第二个呢 由这些相近的国家呢 来作为他的起点 可是呢 不要犯了文化相似症 相似的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 针对不同的一个文化的指标跟层面 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做解决 最后我们说了 跨国公司呢 借由这样的一个跨文化分析 可以了解文化 如何在国跟国之间差异 并且调试自己的策略 不管是在行销 还是在人事上 调整本身的管理风格 如此 才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能够有一番的竞争优势跟经营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